沙尘暴 沙尘暴 南投县中山和陆古宫六个村上百位居民 21日北上抗议南投县政府和水资源局 假称紧急输军 其实图利业者违法采杀 还设置沙石专业区 让沙石车行进住宅旁边 倒影与灰尘日夜不息 水灾还没再来 村民们的生活已经毁了 面对抗议官员们神情怒然拉下铁门 说起紧急输军原因 竟然说到了六年前的921大地震 因为921大地震里面整个上游的土石 比较松动 花包这个清衣就是有沙石丹来 清衣买来出境 这个我就比较不知道了 主导在谷底 我主导他现在去看地方建设 你们这些人整天在台北市 坐在能界办公室里面 你们了解民众的真心 专程北上抗议主管官员去部出列 南投居民愤怒又无奈 在水利鼠前上演行动剧 抗议县政府假告环平结果 通过沙石车专用道的开设 让民众们长期回头出列 去年年底 县政府用极快的速度 非常高的效率 就通过他的环境影响评估 而且呢 他在环境影响评估还没有通过之前 他就开始发包了 那里面是安慰下哭的小女孩 回头出列的大人们不能拉拉大哭 即使有眼泪 也还没懂到父母官的安慰 公司新闻王队凯全常委采放报道 今天又发生了警察受伤的事件